七年後的煩惱 化妝一有十五分之五 所以減出來是二有十五分之四才對 罪我容我容 老虎, 我不借 老師, 伴虎搶我的舊賜之交 伴虎, 站起來 對不起, 你不等我了 弄 靖香 你沒來精神的, 發生甚麼事? 沒甚麼事, 就算和大雄你說也沒用 你說靖香他很不妥嗎? 如果我知道他在煩甚麼就好了 都可以的 真的? 意見信聞機 我知道怎麼用了 只要把靖香的頭髮拔下來 放進這部機器裡就可以了 沒錯, 然後這部機器就會代替 放頭髮的人, 說出他的煩惱 你去拔靖香一條頭髮過來吧 隨意槍 怎麼了? 是靖香的頭髮 只要放進一次就會留下記錄 所以隨時都可以拿來用的 靖香, 你聽不聽到我說大雄有問題要問你 就是, 你最近看來好像有點煩惱 是呀 那你把煩惱告訴我吧, 我會幫你的 說出來會舒服一點 我最近重了很多 所以我擔心會影響我將來的身材 原來你還小事人 你怎麼以為是小事人 對不起, 不過你不用擔心 為甚麼?將來的事真的很難說 除非有確實證據, 我才會安心 想要證據的話, 你就要找多啦A夢 我們只要坐時光機去到未來 然後現在靖香回來就可以了 現在會去七年之後靖香身處的地方 會在哪兒呢? 怎麼會這樣呢, 這裡是美國 靖香真的身處在這裡? 有了, 那個是未來的靖香 在哪兒呢? 哪個是呀? 你看看, 在那兒 靖香果然是個超級大美人 就連身材好得不得了 來吧, 拍張照片就好回去的 這個就是七年之後的呀 是不是很妙條呢? 真是太好了 但你們怎麼知道我擔心身材的問題呢? 身材這層呢? 那我就放心了 讓我去烤曲奇餅吃 多了, 希望 我們不如聽聽其他人的煩惱吧 不過… 放心吧, 沒問題的 來吧 你這條小夫的 你這條伴虎的 我這條出木槍 那就由伴虎開始先啦 伴虎 你想幹什麼呀? 你這個大雄不要煩我呀 我現在忙著跟女孩子一起玩呀 你呢? 小妹妹 你要回家多久呢? 不然媽媽會擔心你呀 煩惱呀 你又有什麼事擔心呀? 擔心呀? 有沒有緊張的事? 都有的 什麼事呀? 我只是告訴你們自己而已 昨天呢, 我把媽媽收起了大福餅 偷偷地拿出來吃 誰知道, 原來那個病已經過了期 想起我肚子不知何時會肚子 我就很擔心, 覺得很煩呀 不要管他了 大一個 什麼? 你們問我有沒有煩惱呀? 好吧, 那你們聽清楚吧 我的煩惱就是… 是嗎? 我的煩惱就是… 是嗎? 陳呀, 請你告訴我 究竟為什麼我會生得這麼盡潮呢? 為什麼妹夫和大紅的性格… 這些煩惱是小福才會有的 男人以為自己很有型 原來出木探你也會有煩惱的 我還以為任何難題你自己 也會很容易地解決到 不過現在我的煩惱真是挺難解決的 是煮香呀? 我焗了一些曲奇餅 拿了一些來給大紅和多利 希望他們嘗嘗 真是謝謝你 來吧, 進來吧, 他們在樓上 是, 打擾了 我有很大機會會搬到美國那邊住 搬到美國 是正香呀? 因為爸爸公司那邊 可能會調他美國分公司做事 如果成事的話 我就會和正香大紅和你們分開 我覺得很傷心 不過我爸爸還沒正式決定 我會和正香的 正香呀 他幹甚麼哭呀? 我 不過這樣我就放心了 為甚麼? 因為我最大的成敵 我會就要去美國了 以後正香就肯定會是我的新娘來 是嗎? 那倒是呀 有件事不太妥 是甚麼? 再過七年之後 正香他不是都在美國那邊嗎? 很可能他跟著春木蠶去美國也不成功 營商的時候 正香好像在等人一樣 難道他在等春木蠶嗎? 是嗎? 未來是會改變也不成功 一會兒會被成春木蠶的新娘 你終於到來找我了 正香 我來這裡是為了你 我來這裡 風仔呀 沒事的…來吧 快點吃飯吧 對了 我今天下班在火車裡遇到春木蠶的爸爸 他說可能會調去美國分公司那邊做事 怎麼會這樣? 大紅眼你有沒有聽說過? 你又不用太沒心機 靖香又不是一定會成為春木蠶的新娘 你一定會呀 春木蠶不僅聰明和孫娘 就連廚藝都很甜 而我就甚麼都不想怎樣 我可以跟他比喻 乖大紅呀 有很多事要聽其自然 不可強求的 不用呀… 不可以聽其自然的 我不會放他 不如用意見信迷機 聽聽靖香的想法吧 春木蠶和大紅都是我的好朋友 要跟他們分開, 我想我會很寂寞的 春木蠶, 我算是甚麼 大紅, 這條數應該這樣計算 謝謝你 春木蠶對我來說也算是很重要的朋友 我會不會去美國 這些將來的事我怎麼會知道 未來的事通常都會不斷改變 所以無需要為未來的事煩惱 最重要是祖木前的你 這樣才會有好事發生的 你說是不是呢 但是A夢, 我已經想通了 將來的事怎麼煩惱都是沒用的 應該要很努力, 繼續生活下去才是 為了將來只能成為我的心良 我會努力 好, 你很聰明, 大紅 好, 真是 結果春木蠶不用去美國 這樣也好, 起碼暫時不用擔心 不過 看到春木蠶和陳昂共武擊 我真的希望他馬上搬去美國 精準在 但是, 大家始終都是我最重要的朋友 如果他們離開, 我都會覺得寂寞的